欢迎来到夏天的厨房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麻婆豆腐 那我们开始吧 最先看到的是我们需要的食材 首先从豆腐开始 切成1.2厘米的小方块 将其放入沸水中 5分钟去掉豆腥味 把豆腐移到沥水栏里待用 在锅里加入3汤匙的食用油 加入肉末并翻炒直到变色 把肉末推至锅中的一边 加入豆瓣酱、豆豉和蒜末炒15秒 混合所有食材搅拌30秒 加入水、老抽、糖和辣椒粉 改用中火煮2分钟 将豆腐加到汤汁中 并小心搅拌 避免破坏豆腐 煮沸后用中火煮5分钟 加入玉米淀粉并搅拌 使汤汁变稠 加入花椒搅拌 关火 把它转移到餐盘里 在豆腐上面加一些葱花 这样麻婆豆腐就完成了 最后给大家看看我上面用到的几个佐料 这些在中国超市都可以买到 第一个是花椒粉 这个对于做麻婆豆腐很重要 一般情况下你可以买到已经研磨好的 如果没有可以自己研磨 二个是豆瓣酱 豆瓣酱我喜欢用皮线豆瓣酱 我觉得它更贴近我家乡的味道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帮我点个赞 如果还有其他什么想吃的川菜也可以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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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